他眼看着 妙家人了 我 我是多么希望 你能看到他的这一天 我 请进 哥 什么呀 搞得神神秘秘的 打开看看 这是 妈妈的婚纱 这不会是你偷偷拿来的吧 爸爸让我拿来的 在妈去世的早 小时候你还没有桌子高 天天哭着喊着 要妈妈 妈妈 我就带你 去看她跟爸爸的结婚照 后来等你长大了 你说等我结婚了 你也要穿这么好看的婚纱 像妈妈一样美 你还记得吗 你说如果爸爸不同意 你就让我帮你把妈妈的婚纱给偷穿 我当然记得 所以 爸爸同意了吗 他不生我气了 爸爸是不想你跟他一样 到最后 独自承受失去爱人的痛苦 但他也知道 如果不同意你跟佳恒在一起 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 你都是不开心的 你是他的女儿 他希望你开心快乐 谢谢你 哥 还有爸 妈妈要是知道今天你能穿上她的婚纱 应该也很协尾吧 赶紧换上啊 赶紧换上啊 哥还没见你穿妈的婚纱是什么样子呢 快点 今天你把这婚纱换上 那一定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 赶紧换上 和ads Stories去安大 那你还不赶紧出去 判上 依然 这个灰色好像不太合适 这个深红色跟你的西装很配 就它了 姐 你越来越像妈了 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看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小孩 来 看看我们洛家的帅小伙 怎么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想 我们什么时候能和好 什么时候 能再像小时候那样 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结婚 这一天 我等很久了 对不起啊 姐 都是我不懂事 又太倔强了 才让你受了委屈 我又何尝不是 也常常会想起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那些美好回忆 是啊 小时候你可是一直要跟在我身后 我去图书馆你就要去图书馆 我要去海洋馆 你可是缠着我非得带你去海洋馆看海豚 连我跟姐妹聚会 你都要缠着一起去的 谁叫妈老是那么忙 我一个人 你不照顾我 谁照顾我 不过我记得一开始 去海洋馆的时候 是你自己非得拉着我陪你去的 好好好 是我 非得拉你去看海豚的 是 现在挺好的 你身边 终于有一个 能永远陪你去看海豚的女孩 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去啊 我才不要去跟你们当电灯泡呢 你永远都是我的嫁人 有你这个弟弟 有你这个弟弟 我很知足了 姐 我听妈妈说 你去重庆之前 签了协议 放弃了继承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爱呀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钱不重要 对了 我把恒星的账号买回来了 以后呢 你可以用它去守护 你想守护的人 把它当作结婚礼物送给你了 谢谢你 姐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准备好了吗 结婚誓辞 放心吧 早就准备好了 啊 我听说 我叫潘伯瑞的 我叫潘伯瑞的